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低四代战机中很难上演 缺乏隐身能力的四代机 主要是依靠中远距离空空导弹配合雷达系统 在超视距离发起打击 在一些很经典的战斗中 四代机之间的交战距离从过去的50到70千米延伸到了80到100千米之外 如今 超远程空空导弹的出现大有希望将交战距离进一步拉伸到150到200千米 在如此漫长的交战距离 只会让一优势一方实现战场单方面透明和压制 近距离格斗导弹和机炮则成为了辅助配置 已被不时之需 不过随着五代机的普及 近距格斗导弹和机炮的重要性又开始上升 这是因为隐身技术的成熟 令现有的传感机系统很难再像过去超视距捕捉四代机那样 像F-15C战机对F-35战机的发现距离只有不到35千米 考虑到复杂情况的话 这一距离可能还会更紧 四代机对五代机尚且殊此 那么五代机与五代机如果在空中遭遇的话 必然也会出现互相近视的情况 而在这时候 双方不同的加速度和战术可能会导致战斗回到过去二战机交战的场面 也就是互射格斗导弹 然后用机炮辅助射击 为此F-35黑战机装配了一门机炮 B型和C型则是吊舱挂载一门机炮 然而 令很多人惊诧的是 歼20战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专门的机炮窗口 前不久 一架新的黄皮机被认为是机炮型 但是从位置来看 这里不大可能会是机炮 因为参考开口的角度和大小 一门机炮没有属此射打 而且 歼20战机是否需要传统机炮来辅助战斗 还很难说 此前 曾有大量信息看歼20战机可能会用激光打击吊舱来取代传统机炮 按照相关论文的披露 某型激光打击吊舱重量为190千克左右 采用快充式充电设计 每充一次电就能满足激光武器吊舱使用一分多充的时间 该吊舱最大功率110千瓦 射程为15千米 由于采用的是吊舱式射击 所以它不需要增加额外的开口 节省了内部宝贵的机体空间 激光武器和传统机炮的差异是 机炮需要不停校准 即便是发现了目标 也需要调整角度 而激光武器则不用 发现就能开火 比值得轨线能够确保发射就开火 开火就命中 但是 激光武器自身也有不利因素 遭遇 雾霾 阴雨之类的复杂天气 性能会衰退 而且这也是该武器是否靠谱的重要标准 当然 如果能够解决上述这些问题 毫无疑问 激光武器会是G20的心头好 先进军事装备谁都喜欢 尤其是像激光武器这样的未来科技 是以后各国发展的主要潮流 只不过 目前大家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世界首款激光武器将服役 瞬间击穿航母摧毁导致威胁超越核武器 航母已经称霸大洋将近一个世纪 有网友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 新兴武器的现身 航母必将成为淘汰品 还有人说 现在航母的时代已经快要过去了 可是还能称霸大洋 说到新兴武器最引人出目的就是激光武器了 现在战术激光武器已经现身陆基以及海基平台中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 激光武器的时代已经来到 话说美国的武器装备领域的确排在世界最前段 其海陆空军事实力非常强悍 但是还没有得到满足 更是将目光已经转向太空领域了 企图想把武器的部署到太空上去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 马丁公司在近世公布出的一段视频 而视频里出现了一款激光武器 还指出这款激光武器能在瞬间击穿航母 并且可以快速融化导弹 也就是说世界首款激光武器将正式服役 其威力大于核武器 现在看来各国都要提高警惕了 据美国军方透露的信息 这款激光武器系统还在功率方面进行改造升级 原本将100千瓦的提升到了300千瓦 最快能在2022年进行实战测试 如果研制成功将会运用到战争中 会让敌审遭到致命的打击 导致联合国现在呼吁各国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同时也呼吁美国立即停止这个项目的研发 以及销毁成品 说起来在国际社会中 不仅仅只有美国这一个国家 研制出了这款激光武器系统 只是没有美国这样强大野心罢了 激光武器本身就是利用激光对远处的目标进行打击 其精准度非常高 还可以用来摧毁敌袭导弹 但激光武器系统的最大缺点 对天际有着很高的要求 一旦碰上大雾以及大雨等天气 武器的精准度就急速下降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 美国就开始着手研制激光武器系统 组建专门的研究小组 研制出的首款激光武器系统 第一时间就被安装在军舰上面 效果还不错 美国军队还发现将激光武器系统 安装到其他装备中 到时候真的就像电影众一样 随便发射就能将敌方战机摧毁 当然了 这也不是这么好实现的 美媒透露 美国曾利用波特兰号运输 舰测试了激光武器 试验非常成功 准确命中了一架巫神机 并将其摧毁 而这次美国军方研究的就是太空激光武器 如果这款武器问世 能轻松将太空卫星以及导弹等摧毁 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美国军方肯定会将其运用到军事实施中 各国就会受到极大危险 到时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进行抗衡 因此联合国力立即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美国立即停止这项研究 总体来说 美国一向都是不按套路出牌的 如果失去制衡能力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联合国呼吁各国立即警惕起来 一旦美国这项研究成功 各国没有一个能进行抵抗 会让世界遭到毁灭性打击 据了解 在2018年的珠海航展上 我国首次对外亮出了一款名为 LW-30激光防御系统 并且这套系统也引起了国内军民一阵欢呼 从外观上来分析 LW-30激光防御系统与美国的陆5G激光战车十分相似 都采用了以重型卡车加激光发射平台的组合 唯一不同点的就是 LW-30激光防御系统是由雷达指挥通讯车 激光发射车和后勤保障车组成 而且在输出功率上更是达到了30千瓦 所以LW-30激光防御系统在跟踪和定位的能力上 要比美国的激光5G更强 另外 LW-30激光防御系统还具备山地作战的能力 因为LW-30激光防御系统的载体 采用了6x6的卡车底盘 这种底盘的重型卡不仅可以在平滑路面高速行驶 而且山地和雪地也挡不住重型卡车的脚步 由于LW-30激光防御系统的复杂路面作战能力十分出色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就赋予了这套激光武器极强的生存能力 就算遭到了敌方的空中拦截 只能找到适当的机会 完全可以对敌方实施反击 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 这套激光发射装置还能摧毁无人机 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等武器 事实上 虽然激光武器十分的先进 但它能够锁定高速移动的目标吗 从公开的资料了解到 我国的LW-30激光防御系统反应速度相当的快 只要地方高速移动目标出现在雷达警戒范围内 仅需6秒的时间 LW-30激光防御系统就能够在25公里以外的目标级中 从而实现真正的遇敌之千里之外 当然 激光武器目前已经分为三类 其中就包括对空中目标的激光主动侦察与被动警告 对精确制导武器的激光对抗和激光致盲和激光摧毁 而我国的LW-30激光防御系统 严格意义上来说 并不是主动攻击性武器 所以不难看出LW-30激光防御系统还是一件防御性防控武器 不过 有利就有弊 激光武器作为现代化战机的新宠孩 在被受关注的同时 缺点也未无限放大 就是激光武器受天际的影响 怕灰尘 怕雨雪和耽误天气 因为只要出现这种天气 激光武器的光束就会受到限制 从而致使发射出的光束散射 如此一来 激光武器的能量也会被无限分解 最终 激光武器并不会产生攻击性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激光武器限期短并不具备全天候的作战能力